各位網友,又到許知遠老生常談 我相信大家都記得我以前也講過 中國在學術界有地位的 正如梁啟超所講的是中國史學 因為中國的史學的確是文字以後 我們的文字沒有變動 因此中國的史是一脈相承的 是我們所謂的信史,有事可據的 這些不是說好像遠古時代那些 都是不是信史,有些是前文的 那些就不算了 但是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時候 我們一直都設個史觀 因此中國的史行是世界的遺產 也是中國人的驕傲 講到中國的歷史 我相信大家都認為司馬遷這種通史 是一個達樹的風格 太史公寫文章寫得好 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司馬遷這個 周嵐四海明山大遷 他去哪裏呢 以陶傑交遊 我們上次在講為文之道都講過太史公 這個文字寫得好 其實他爸爸叫做司馬遷 司馬遷呢 他寫文章寫得很好 而且他懂得天文地理 所以在漢朝建立之後呢 到漢武大 他認為漢朝能夠把中國的通史 好像司馬遷這些文章寫得好 又懂得天文地理 他對於這個史行呢 是應該有幫助的 因此他就任命 在他建言 他就職了大衛之後呢 初年 立刻就要請司馬遷出來 我們講司馬遷的爸爸出來 就是做這個太史公寧 他有個太史公寧 所以他寫的東西呢 叫做太史公書 當時還沒有叫做史記的 叫做太史公司 那麼當然就很累贅啦 但是當時呢 也都是因為他有個官銜呢 扔著所有因之有這個的看法啦 但是司馬遷呢 司馬遷呢 是很想寫呢 一本呢 叫做呢 叫做 史文 就是 中國歷史的文章 叫做史文 太史公 太史公的史文 但是他一直都 這個自然呢 都沒有辦法來做任何事 就沒有開始寫 他就已經過了生的了 那麼他過了生之後呢 這個司馬遷呢 就是他的兒子來的啦 這個文字當然是 是好啦 我們這個太史公 這個司馬譚呢 我們沒有見過他的文章 這個就是歷史上呢 漢武帝說他呢 是懂天文地理 但是 就是我們這個 在太史公書 是沒有見過他寫到他的文章 是怎樣好處 但是司馬遷 瑜伽包吻的 他真的這文章寫得好 他就秉承呢 他爸爸 對這件事 寫歷史呢 天文地理都很重要的啦 這個尤其是在漢 就是我們中古時代呢 我們不要說上古啊 秦漢應該是屬於 這個 古代史啦 你不叫上古史 都叫古代史啦 是吧 都有些神權的味道在那裡 所以天文呢 是很重要 地理更加人生長在那個地方 更加重要了 對每一個地方的範圍 的政令啊 各方面呢 他都要熟悉的嘛 所以因此呢 這個呢 司馬遷 他 再接受 這個 漢武大 這個太史公寧 這個官名之後呢 就是戒成的父親呢 就開始寫這個 漢朝啦 在漢朝之前呢 他也有很多根據的喔 在漢朝之前呢 如果以這個時代來講呢 那春秋就是一種歷史來的啦 不是一定到這個 這個司馬遷 這個太史公寺 才有歷史喔 所以呢 那以這個 朝代來講 或者時間來講 就有這個春秋啦 那如果呢 是用一種 以 當時因為春秋時代啊 戰國時代啊 這些呢呢呢亂的嘛 尤其是以地方來做 做背景的啦 比如這個 所謂的國別史啦 這些國語啊 戰國策啊 那些就是中國的歷史啦 OK 那以後呢 譬如說政治史啦 我們中國呢 有一本呢 叫做上司 我在文章那裡 講歷史來講過 上司就是 古代的 文原文 那個散文 就是上司 他記載的呢 就是 歷史啦 所以上司 也是中國第一本 是用散文的歷史啦 所以呢 中國的歷史呢 已經在 看這個 司馬遷寫的歷史之前呢 已經存在在那裡了 我剛才講的 所謂的 春秋啦 戰國策啦 那些都是 以朝代的啦 以國名呢 戰國策啦 以這個 政治史啦 上司 這些就是啦 但是這種的模式呢 使到 這個司馬遷呢 對於歷史呢 他更有一個基礎 知道怎樣 利用他的文章 來到 繼承父親 寫這個史文 叫做史文 太史公 史文 這些來到 成為呢 有漢一代 這個史記呢 叫做太史公 書 這本書 這本書 後來叫做史記啦 其實他 初初的時候 太史公司 就是呢 司馬遷 雖然他是想做 但是沒有做過 而且 後來呢 就是由他的兒子 來到戒城做 就寫到史記出來了 那麼史記呢 啊 真的 這件事呢 就是 我們看到 中國開始 將這個 正史啊 人物啊 地理環境啊 當時的朝廷啊 所有的 這些呢 是用 司馬遷 他那支好的筆 寫到 這種 包羅萬象的 這些 就叫做通史 通史呢 是從史記開始的 我們叫做通史 因為以前沒有嘛 所以太史公這些 這些文章呢 就創造了中國 歷史上呢 是一個 記載歷史的 一個風格來的 也是文字的 體材 是不是 他又很厲害的 這個 司馬遷 他 他 這個 將這個 人物 這個 以物 以人物為主 是不是 他因為中國 這個呢 以人民為本 所謂文本主義 中國的歷史都是這樣的 那 他皇大呢 有大皇的人呢 他就叫做紀 就是本紀 那個紀 還有錶喔 那些大臣啊 這個世家 這些叫做錶啦 有些 叫做列傳 那些出名的人 在歷史上 是有公職的 這些叫做列傳 各行各業都有的 是不是 其他那些呢 我們呢 最主要 這些是 所謂 還有一個呢 字 什麼字 什麼字 就是對這件事情的 過程發生 這個字也都有 不過呢 字就少了 最重要呢 本紀 表 這個列傳 列傳 尤其是出名 因為他本身是一種文字呢 的修飾呢 使到這個人 在他的紀錄之下呢 是有對歷史 又有貢獻的 對這個人物的性格呢 也都 好像呢 如見其人 如問其聲 那樣的 這種的呢 就是使得 中國的歷史 可信 可配 能夠可讀 都發生過了 所以中國的歷史呢 叫做民史 同姦呢 就是這樣的道理 很不幸 但是 當時李寧這個問題呢 因為 李寧呢 激兇奴 北上激兇奴 他帶了很少的兵 漢武大呢 有個 有個 軍令就是什麼呢 你如果 你的功勞 打仗 你打贏了 真的不要緊 但是你死了多少個人呢 這個呢 就要靠分的 所以李寧南風就是了嘛 李寧的爺 李寧的爺 李寧 他這麼多戰功 去都贏了 打都贏了 但是他自己呢 殺定一千 他自己不見八百了 他現在不見了很多人 所以因此他南風 他封不了 一戒數都上來 封不了 到李寧呢 他又 因為 長臂善赦 李寧是一個 一個 很厲害的少年將軍 你看看他 漢武大 兩個 一個衛青 佛去病 都是二十幾歲而已 這些已經是大將軍 李寧呢 就在這個 兩個都做過 他都是打旋風的 而且每一次呢 都帶著五千兵 他而已 但是他每一次呢 他的成功呢 就是 因為 他因為 新鮮事出 當然勇敢 而且 長臂善赦 好像李寧 好像叫爺 這個就是 世家來的 是不是 這是一個很厲害的將軍 但是有一次失怒了 結果呢 單身呢 就被這個 兇奴 這個單醫呢 俘虜了 俘虜了 呢 李寧呢 好幾次被他俘虜過 都找回來 為什麼呢 他在半路的時候 一抓不到他呢 他就 他就走掉了 誰知道 那次呢 他因為打到 只有一個人在 結果呢 就沒辦法走掉 就被他拉了上去 漢武大 以為他 拉了他之後 李寧以這樣的 那個江烈 和世家 這個 兵家的世家 不會說 什麼的 結果後來 知道他投降 啊 他就沒想到 李寧呢 行將 是行的時候呢 他是想機會 來到布塔朝廷 他不死 不是因為他怕死 是想 證明他 不是一個投降的人 結果呢 漢武大 知道他 真是投降 以為他真是投降 將他全家殺死 那麼當時呢 但是 李寧 蘇武回來 知道李寧不是這樣的心意 所以漢武大 當然後悔 就叫 這個太師公 李寧這段話 麻煩你不要寫了 今天 太師公 你根本殺了他 一家怎麼寫呢 就不聽他的話 所以因此呢 就將他公刑 什麼叫公刑呢 就等於做太監那些 將他 這個是 旗齒大獄 但是 這個 這個 司馬遷呢 因為他中醫歷史 黃大他都不聽 結果做這樣的刑法 他認為 旗齒大獄 所以呢 這個 這個太師公司呢 這個通市呢 我們都寫 以後呢 我們叫做史記呢 就是到漢武大的時候 截止的 那麼 而且呢 就建立 中國 這個通市的風格 就是由這個 司馬遷開始 正式呢 可以戒成他父親 這個遺言 能夠寫到 歷史 和文章 結合在一起 成為一個 中國呢 最出名的 能夠 代表性的 這種的 中國通市 就是史記開始 今天我講到這裡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